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哥对我的这份感情实属难得 我相信他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 哥 你疯了吧你 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 林航几 你说句话呀你 萧伯伯 七夜 这桩婚事 的确是我和三哥深思熟虑商量过的 杭婧 以前一提到你跟老三的婚事 你全都是拒绝的呀 对呀 杭婧 我也跟你说过 如果是都军的压力 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由你萧伯伯去处理 我知道你们疼我 但这件事情由我而起 如果我们现在聚婚 那就等同于欺骗都军 就更加坐实了萧家和刺客同伙的谣言 萧伯伯 我知道您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努力取得都军的信任 我不希望看到您的努力功亏一篑 所以只有我和三哥结婚 所有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林航几 你也太会装目作样了吧你 你那个老虾好呢 怎么说 如意 轮不到你说话 爹 回去 就 康景 你的心思呢 我们都明白 但这是你一生的幸福 婚姻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行 萧伯伯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萧伯伯 我没有半点委屈 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三哥的 七一您说得对 真心难能可贵 回想与三哥认识的这些年 我一直和他有诸多误会 也一直在和他争吵 却从来没有真心去感受过 他对我的好 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事情我才发现 三哥对我的这份感情 实属难得 而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我相信 他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 林航景你也太会演了吧 你怎么不去演电影啊 小朱姨 你们俩真的想清楚了 爹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不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 看完骚等 司令 我看他们两个是真心地想在一起 你就发个话吧 如果这样 自然很好 这也是 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谢谢萧伯伯 怎么还叫萧伯伯呢 得改口了 恭喜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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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这么说 这些词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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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